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天的风云 人有旦夕祸福 世界在不停变动之中 你永远不知道接下来会在你身上发生什么 今日华丽风光 明日可能狼藉一场 今日愁云惨淡 明日可能万里阳光 古语说 当你明白无常 你就不会张扬 真正的智者无论有再大成就 再多的荣耀 也不会傲慢张狂 理想说里有这样一句话 死亡是原心 无常是半径 无论你几岁 你都与所有生命到达死亡的距离相等 人和其脆弱 一次病毒的入侵 一次微小的走神 一次毫无征兆的意外 都会让生命消失 苏氏科长得意 二十一岁就中了进士 皇帝认可 主考官欧阳修赏时 可以说是前途无量 这份惊喜还没有传回家乡 苏氏的母亲骤然去世 抽穿时母亲送贤的身影另立在目 回乡的时候 却只剩一座坟银 七年之后 苏氏经过奉向历练返经 妻子王佛重病不治 撒手人寰 一年之后 父亲苏寻离世 短短八年里 苏氏尝尽了天人永隔之痛 父母妻子都离他而去 而谨慎的弟弟苏哲相依为命 西藏生死书有这样一句话 接近死亡 可以带来真正的觉醒和生命观的改变 当一个人感受到生命的无常 他就明白自然规律的无情 自身的渺小 从心底懂得敬畏与珍惜 知名法律学者罗祥 天才少年 从湖南一个偏远小镇扛入北大 取得博士学位之后 顺利成为了法大教授 因为前半生顺风顺水 加上得了一些荣誉 罗祥有一些狂傲 谁也看不起 谁都瞧不上 和别人谈论问题的时候 总是咄咄逼人 一定要把对方说得哑口无言 直到有一次在美国访学 他开车经过一片悬崖 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忽然踩了刹车 反应过来的时候 车子的一个轮胎已经在悬崖外面悬空了 珍常人这个时候一定会打方向盘 但是他没有打 此后 后面有个车呼啸而过 如果他打了 肯定会被撞下去 那个悬崖二三十米 如果掉下去 没有一点生还的可能 一系列的巧合让他与死神擦肩而过 事后他说 这个剧本本事我不配拥有的 若非命运的并护 所有梦想 所有对人生远大的规划都只是一个笑话 知道了自己的渺小 也就懂得了谦卑 2020年 罗祥B站粉丝破千万 爆红全网 别人问他成名的秘诀 他说 面对人生的特殊节点 我只能归结于命运 低调 谦逊 完全不是当年那个目中无人的罗小 蒋军曾说 死亡是人生最重要的功课 当一个人明白死亡是一件随时降临的事 他就收起了自己的狂妄 当一个人明白死亡是一件必定降临的事 他就收起了自己的散漫 希腊人说 向死而生 唯有知道生命无常 方能不复此生 得失无常 郭子怡平定安时之乱 被唐代宗分为焚羊王 并派人修建焚羊王府 郭子怡闲来无事 去施工现场查看 他对一个民夫说 强金一定要打牢 这样房子才能兼顾不倒 谁知道 民夫却说 我们家三代尼瓦匠 只见过房子换主人 还没见过哪个房子倒塌了 郭子怡若有所思 再也没来建工 王府落城之后 郭子怡宴请宾客 把当日的尼瓦匠也请来了 并且请他们上座 客人不解 郭子怡直指工匠 他们是叫房子的 又直指子职 他们是卖房子的 果不其然 郭子怡死后四十年 这座王府就换了主人 昔日热闹的焚羊王府 很快改建成了法雄寺 眼见他高楼起 眼见他宴宾客 眼见他楼塌了 世间的名位得失 像风水一样 流转不定 像云一样聚散无常 前一秒在你名下 下一秒就去了别人那里 《红楼梦》里曾说 赤条条来 去无牵挂 出生的时候什么也没有带 离开的时候什么也带不走 既然如此 这些身外之物 又有什么好夸耀的呢 苏氏在奉享任职的时候 上司陈希亮修建了一座灵虚台 苏氏写下了灵虚台记 其中有言 然而术氏之后 欲求其仿佛 而破瓦颓原 无复存者 旷于人世之德丧 忽妄而忽来者于也 古时候那些富丽堂皇的宫殿 早已经变成了断壁残垣 人生得失 本来就是这样忽来忽妄 所以难以预料 明白这一点的人 得意识不猖狂 因为他们知道 并有坎坷在前方 识意识不绝望 因为他们知道 暗道极致并有光亮 红衣法师 最后一言只有四个字 悲心交集 面对人生的起落 不如放平心态 得之淡然 失之坦然 世事无常 古人说 挂不敢算尽 为世事无常 天意从来高难问 很多时候啊 一个人想要成事 五分看努力 五分看运气 蒙事在人 成事在天 谁也不知道 上天会给自己 翻一副怎样的牌 苏氏年轻的时候 在京城 报得大名 无人不识 无人不小 大家都以为 他会是大宋将来的宰府 但是因为一次告密 苏氏的人生 彻底改变 屋台诗案 苏氏被贬黄州 昔日朋友 避之不及 仕途之路 戛然而止 此后 苏氏几乎 都在贬折的路上 他有诗言 人生到处和相似 阴似飞红踏雪泥 泥上偶然 留纸爪 飞红哪附近都行 人这一生 就像是漂泊的飞红 偶然落在雪泥里 偶然留下一些 纸爪印 人生之事 便也如此 偶然和无常了吧 命运莫测 世世无常 那些被命运抛弃的人 以此宽慰 被命运眷顾的人 因此敬畏 清末 曾国藩 奉命练兵平反 因为触怒皇帝 被贬回乡 当时 他平天国内部分裂 气数相近 曾国藩认为 此生报复 再也没有实现的希望 谁料没过几年 他平天国 竟然死灰复燃 打得清军 节节败退 这才有了曾国藩 二次起伏的机会 他倘若没有这次机会 他多半会成为 湖南乡下一个 郁郁而终的老人 断不会成为 流转乾坤的中心名臣 所以曾国藩说 长存敬畏 则是在福之道 敬畏天命造化 敬畏世世无常 一个人的财富和名畏 既有个人的努力 也有上天的眷骨 得不配位 必有栽殃 财富越多 名位越高 越要努力修德 使得自己配上 苍天的眷骨 若是自身德行不够 狂妄傲慢 迟早会迎来 灭亡 苏氏说 人有悲欢离合 愿有殷勤缘缺 此事骨难全 无常 无常是人生的常态 学会面对无常 是每一个人的病修课 生命无常 学会敬畏 得失无常 看淡名利 事实无常 修得惜福 无常是生命的礼物 无论好坏 只能接受 接纳无常 拥抱无常 一个人 才能在这个 无常的世界里 充实平静 自在从容 与你们共勉啊 好了 节目就和您 分享到这里 祝您平安喜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